大家好,很多花友问我,这个兰花呀,到底要不要经常给它浇回水,这个回水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我们在给兰花呀,吃了肥,或者是喷叶面肥的时候,我们呢,再用这个清水啊,给它喷散一次叶面,或者是呢,再浇灌一次盆土,它残留了一些肥料,给它清洗掉,但是是不是每次吃肥的时候,我们都要给它浇回水了,其实啊,我们还要具体问题,具体分析,其实我们只需要在两个情况下呢,才要给它浇回水,首先第一个就是夏季高温, 夏季高温的时候啊,如果我们给它施了一些化肥,化肥呀,它就会产生一些氨气对植物的生长是特别不利的,那么我们在给它施肥的时候啊,一定要用一些低浓度的肥料,而且施肥的时候呢,最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施肥,等到第二天清晨了,我们再给它浇一次回水,这样就可以了,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些叶肥,或者是给它浇了浓肥之后啊,我们也要给它浇一次回水,因为这两种肥料啊,它其实没有那么温和的,如果我们不及时, 把它残留的一些肥料给它清洗掉啊,怕它沾附在植株叶片上呢,对植株啊会不利,我们可以呢,在傍晚的时候给它施肥,然后第二天清晨再浇一次回水就可以了,就可以把它叶片上啊,或者植株里面呢,残留的一些肥料啊,全部给它清洗掉,这样对植物呢,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,那么在其他的情况下呢,我们呢,是不需要再给它浇回水的,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